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2月13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史诗通讯 中国抹杀了其外交部长 为什么? 华盛顿邮报 在一场神秘的事件中,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于六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个月后被正式免职 围绕他突然垮台的猜测不断 各种猜测包括他与电视记者有争议的关系,以及受到外国情报妥协的指控 一种理论认为 秦宇通过美国代孕生下孩子的傅小田的关系 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风暴 导致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 然而,更诱人的理论表明 傅小田可能是一名外国情报人员 有相互矛盾的谣言指出赋予俄罗斯或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 由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密切关系 秦在外交部内迅速崛起 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 有关秦是俄罗斯或英国特工的理论出现 但尚未得到证实 有报道称 秦失踪当天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访问了北京 可能带来秦被外国情报机构买通的证据 中国政府对局势一直守口如瓶 这增加了中国一党制国家的不透明性 这个故事凸显了破解中国领导层秘密的挑战 让国际社会对秦垮台的真正原因感到困惑 有报道称 秦失踪后被捕并接受调查 情节变得更加复杂 一名前美国官员声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傅小田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关系 向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出警告 据称 中国安全部在没有坚如磐石证据的情况下 犹豫是否采取行动 引发了人们对外国情报在秦刚垮台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 这个故事凸显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复杂性 个人的缺点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以及在一个笼罩在秘密之中的国家揭露真相的挑战 随着市场低迷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将大量中国股票从指数中剔除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宣布 出于对中国房地产业陷入困境和消费疲软的担忧 将从其全球基准中批除66家中国公司 这是至少两年来最大的删除数量 反映出随着投资者减少对中国股票的投资 围绕中国股票的负面情绪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 中国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正在下降 而印度等替代品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特朗普的关税未能达到重要指标 彭博社 据彭博社观点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在与中国持续的贸易战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自关税生效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已经扩大 而关税导致从越南和墨西哥的进口增加 抵消了与中国取得的任何进展 此外 关税并没有显着鼓励美国公司将制造业迁回本土 文章认为 美国应该专注于开发中国供应商的强大替代品 并通过加强与地缘政治盟友的合作和一体化 来培育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澳大利亚部长就贸易壁垒 杨恒均行期向中国施压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计划本月晚些时候 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 与中国贸易部长会面 讨论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龙虾和肉类的进口限制 法雷尔还打算提起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案件 他最近因间谍罪被中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尽管有定罪 法雷尔表示 这不应破坏两国关系 会议将于2月26日至29日举行 如果中国在3月31日之前不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 澳大利亚将在世贸组织重新向中国提出挑战 比真正的男人更好 中国年轻女性转向人工智能男友 日本时报 中国初创公司Minimax创建了一个名为格欧的人工智能平台 该平台提供人际关系 该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聊天 这些聊天机器人被设计的友善 富有同理心 甚至浪漫 该应用程序是中国不断发展的行业的一部分 该行业专注于在人类和机器人之间建立友好而亲密的联系 拜登进军TikTok引发两党对应用程序与中国关系的焦虑 日本时报 众议院一个致力于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委员会的领导人 对乔·拜登总统在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的竞选活动表示担忧 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拉甲克里希纳莫蒂 罗扎克里希纳莫蒂表示他对该倡议感到担忧 而共和党主席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迈克·迈克·戈勒格 则称其非常令人失望 拜登竞选团队尚未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 美国议员敦促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应受到制裁 南华早报 美国立法者敦促拜登政府审查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耀明康德及其附属公司耀明生物的潜在制裁 议员们认为 这些公司与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两党议员小组致函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和商务部长吉纳 雷蒙多 概述了这些公司所谓的军事联系 以及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支持 这封信呼吁将无锡耀明康德及其子公司列入美国管制清单 这可能会导致根据各种清单进行制裁 并限制美国向指定实体进行销售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6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6度世界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6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4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1000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4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4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L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